HELLO 大家好,我是BENI 那今天的主題呢,非常的有溫度 因為很燒 就是呢,我要來跟你們分享 10樣 10樣 我專櫃回購率最高的產品們 那我知道已經有非常多家的百貨公司 週年慶已經開跑 甚至結束了 就是我這影片來的比較晚 可是我想說 因為其實像我本身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買過週年慶的東西 因為以前還是學生的時候沒有這樣的預算 所以我就想說 無論是你接下來想要趁著週年慶買東西也好 或者是你只是想要知道有專櫃哪些值得投資的東西 我都在今天跟你們分享我的最愛 好,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好,那首先第一樣呢 是子春秀他們家的55號零刷痕粉底刷 那這支55刷其實在剛上市的時候 討論度就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都在做實驗啊,做實測啊等等的 那一開始我對它其實是比較無感一點 因為當時是搭配那個我記得是花瓣肌的粉底液 但那時候因為那個粉底液的效果我沒有到很喜歡 所以也沒有特別去注意到這一支刷具 那是一直到後來我開始搭配其他粉底液以後 才知道它的好 你們應該有發現我在影片中非常非常少分享我用粉底刷上粉底液 因為我每次使用粉底刷的心得就是覺得第一有刷痕 第二不夠服貼 第三我覺得又過於薄透這樣子 那這個55刷就蠻顛覆了我對粉底刷的印象 因為首先我覺得它刷上去的妝非常非常的貼 就是說我每次都覺得用這粉底刷我剛刷上去的時候 我的妝就馬上就會貼上去 就不是說還要像某些粉底刷你一刷完都覺得看起來浮浮的 那我覺得它並不是真的到零刷痕 還是稍微會有一點 但是當你再來回個幾次以後 那個刷痕就變得很不明顯了 那我很喜歡它刷出來的妝感 因為我發現它尤其是適合搭配那種比較濃 比較難推開 比較厚的一些乾的粉底液 就是搭配它來用以後 你就會覺得那個刷上去整個變有一個薄紗感 就是說我覺得它可以幫助一些比較不服貼的粉底液更加的貼妝 而且因為它的面積也比較大的關係 所以上起來非常非常快 你這邊大概推一個三到五下 這邊就好了 然後它又有冷冷角角 就是尤其你看像是眼下這邊 我就很喜歡這樣子帶過去 這樣子妝就看起來更加的乾淨 雖然說它的價位真的還蠻高的 但是我覺得以它的實用性 再加上它又能成為一個我 跟就是不適合我的粉底之間的一個橋樑 我覺得它是值得的 那唯一它的小缺點就是非常的不好清洗 就是因為它刷毛比較密的關係 所以比較難乾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不會把它直接擠在這上面 我覺得會吃粉底 我都會先上在臉上以後再把它推開 會比較好 對 那再來第二個也是 這是紫春秀他們家的無色線粉霧保濕唇膏 那這一支如果你有在follow Instagram 你就知道我真的非常喜歡這一支 就我今天也是擦這一支 應該說我非常非常常用這一支 那我今天用的色號呢是PR781 也是這個裡面我最喜歡的一個色號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一支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跟它的品名的描述完全一致 它就是一款粉霧保濕唇膏 因為其實你在上跟你在抿的時候 你都可以感覺到它是非常非常粉霧感的 就是滑滑順順的這樣子 然後它上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只要稍微這樣子 喔太激動 碰到了它顏色就上去了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服貼你的嘴唇 這一點我覺得在霧面唇膏上很重要 那再來第二點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薄透 我覺得應該是我用過最薄的這一種霧面唇膏 因為有些霧面唇彩它為了要很遮色 它就會做得比較厚 然後呢就會變成說嘴唇上你會覺得很有負擔 或者是很容易卡在死皮上等等 那個我都不喜歡 那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薄 很沒有唇彩感 就是說它的顯色度還是非常好的 不會因為比較薄的關係就不顯色 也是可以做疊加的 你再疊第二層上去它蓋色的能力會更強 那再來它不是叫粉霧保濕唇膏嗎 它真的真的不乾 就是你完全不會覺得它現在在你嘴唇上有緊繃的感覺 然後擦久了也不會開始啊要開始摳嘴皮啦 或者是開始陷進你的唇紋啊 都沒有這個問題 現在外面開始下雨所以光會有點變了 就是說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適合日常使用的一款霧面唇膏 因為舒適度高然後呢補起來也很漂亮 就是它等於每次掉了以後 它又是給你一塊新的平坦的地方讓你重新補上去 所以即使它沒有說到很持久 但是我覺得補色上效果都是很好的 我把燈打開了所以可能會有一點點黃 好那接下來我們進入到亞斯蘭袋 因為他們家也有兩樣我非常喜歡的東西 首先你們一定都猜得到是什麼 就是粉持久 粉持久算是我今年上半年最愛用的一款粉底液 就是我那時候找到它的時候就覺得天啊相見很晚這樣 因為我一直以為就是它會像大家說的太乾啊 或者是太有妝感啊什麼什麼 可是我自己實際使用上來 我覺得大家已經對這款粉底液乾已經很熟悉 所以我也不會再多去贅述 我只能說很大一部分我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平滑肌膚的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在這個地方會讓你的皮膚看起來很平坦 然後呢柔膠毛孔的效果也不錯 然後遮瑕力也夠 雖然大家常常覺得我用Sam會黃 可是其實我在很多影片裡面都有用過Sam 我只是剛上上去的時候 因為它偏黃掉的關係會看起來比較黃 但其實整臉用起來是還好的 而且因為偏黃的關係所以遮瑕力又更明顯了 但這一瓶雖然是油肌的愛 卻也是乾肌的雷瓶 因為可能對乾肌來說真的太乾了 你也許只能把它混著絞殺用 或者是說加一點保養油進去改善 那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我是屬於混合肌 我用起來我覺得 除非我膚況不好 或者是我在眼下遮太多層的時候 才會比較有浮粉 或是看起來比較乾的問題 不然其他的時候它都是好好的 而且實妝程度就不用說了 它真的是太威猛了 它常常也許我擠在手上 可能擠太多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要去洗手對不對 你水沖到它完全不會動 就是死巴在那裡這樣 不過我也有朋友就是因為這樣不敢用 因為他會覺得 是不是可能就是 卸不乾淨啊等等 但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所以它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聖品 不過最近有稍微被Fenty Beauty 就是稍微擠過去一點 因為我現在也很喜歡那一罐 他們兩個的妝效我都很愛 最後我真的必須稱讚 它的用量真的超級無敵深 你看我從大概一二月用到現在喔 還有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這一罐 尤其是如果你有朋友要出國的話 在機場買真的很划算 而且在歐洲買 我上次幫M買吧 大概真的是一千塊不到 真的很驚人 所以這一罐我覺得算是 專櫃裡面CP值很高的一款粉底液 再來在亞斯蘭黛有一個 我很少跟大家提及 但是我自己非常愛的一樣產品 就是他們家的 超能綠藻發光肌水凝乳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系列的其中一樣產品 那整個系列我都很喜歡 因為它整個系列其實是比較強調這種年輕肌的保養 就是大概像我這樣子二十出頭左右 是用最適合 那這個我當時其實用的還是那種很適用很小管的那一種 我記得我愛到我還把那個小的管子帶出國用 把它擠到最後一滴都要用完 那到底為什麼這麼喜歡 就是因為我從以前就很不愛很不愛用乳液 因為我覺得乳液偏油 我不喜歡早上起來的時候 臉悶悶黏黏黏的 或者是擦上去不吸收的感覺 所以我其實一直沒有怎麼把乳液放進我的保養程序裡面 那這一款它其實從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就已經給我很好的印象 因為它其實擠出來以後是水凝乳的質地 就是它不會真的像乳液那麼油 然後又更好推開 然後吸收得也更快這樣子 就真的是你塗上去五分鐘後 你就可以感覺到它全部都已經吸收進去了 尤其上次我去倫敦的時候我一直在困擾這兩邊 開始產生肝紋這件事情 即使我用了保養油 還是沒有得到完全的改善 後來是我中間衝去買這個 因為我用完了嘛 我記得我那天第一天去買的時候這個還缺貨 然後是我衝去買這一罐以後 我把它加入了我後來的保養區程序 大概過了三天以後這邊整個狀況就有改善 所以這一罐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歡 也是我現在唯一有在用的這種乳狀質地的保養品 那其實我覺得它整個系列我都還蠻愛的 像它還有這個是他們的超能綠藻發光肌結顏露 我覺得應該是我還蠻喜歡綠藻這個成分 因為它既保濕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肌膚在洗完呢 或者是保養完以後都感覺比較Q嫩Q彈一點 那這個你看洗面我已經用這麼多 雖然它的顏色很嚇人 就是因為綠藻嘛 所以這個系列我覺得如果你是跟我差不多 就是22、23歲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的保養品系列 好的再來是一個我近期大愛大愛的粉底 也就是Dior他們家的光柔橫色水潤精華粉底液 但這一罐好像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就是有些人是叫它超完美持久粉底液 很久貼肌粉底液等等 好像在可能香港什麼名字不太一樣 但是台灣的話應該是第一個 那這一罐我跟他的相遇蠻有趣的 其實一開始我是被Kelly用他們那個氣墊燒到 然後後來我到貴上以後 想起來我記得在他那個影片下面 蠻多人是推薦這個粉底的 我就想說我自己最近是比較愛用粉底 我就想說那就來試試看 所以我那時候在倫敦的時候 我就請貴哥幫我試 然後他那個時候是用粉底刷 然後一上完以後我很驚訝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的膚況不太好 就是整體都很乾啊 膚粉等等 可是這一罐很貼 而且呈現起來那個妝效很漂亮 我就想說好可以 那這一罐它其實主打的是 零油光零脫妝零包孔等等的這種 所以我一開始是沒有想到它會是 有精華成分的粉底 因為通常有剛剛那些訴求的粉底液 它就不會保濕 可是這一罐就是這麼神奇 我那時候在國外用的時候 皮膚即使很乾 用起來都是保濕的 它就是一款非常神奇的粉底液 就是說它既保濕 可是呢它呈現出來的妝感是霧面的 就是不是全霧 不是分體的那種完全的霧 是像現在我這樣子 薄紗感的這種霧 那它就是在你上上去的過程中 它的那個光澤就會慢慢轉霧 然後最後是一個很舒服 不會黏的一個妝效 然後再來是很多人都會在意的遮瑕度的部分 我覺得它是有遮瑕度的 大概有七成左右 就是它可以再去疊加 再去上 像今天我就是完全沒有用眼下的遮瑕 第二次再把它上上去 我覺得也真的蠻OK 就它不是這種無瑕款的粉底液 但是以整體的紋路修飾啊 膚色等等有很好的效果 而且我覺得它擦起來的妝效 真的很細緻很漂亮 就是說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服貼 即使 你們現在有人看得出來 我昨天是快四點才睡的嗎 就是我即使膚況在很差的時候 它都可以完全貼在我的臉上 所以我覺得這罐真的集結蠻多的優點 就是它霧面但是又保濕服貼 然後它妝感不會厚重 但是又有一定的遮瑕力 然後它的持久度也很不錯喔 就是也可以到一個七八個小時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我真的很難不習慣這罐粉底 然後包裝又這麼這麼的漂亮 那它用美妝蛋上遮瑕度是更漂亮的 然後會稍微更有光澤度一點 那像我今天就是用剛剛的五五刷上 所以整體又更粉霧感一點 那我知道最近MAC的粉底的討熱度非常非常高 其實我覺得它們兩個是有相似之處的 但我覺得這罐在我臉上整體是更穩定的 就是我用MAC那罐有時候會服有時候不會 可是這罐就是真的我不管是熬夜 或是覺得今天剛剛我都敢擦的一罐粉底 因為我知道它真的就是不會讓我失望 對 是一款值得更多人關注的粉底 所以不管你是像我是混合 或是混合偏油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說它其實也是有控油效果 或是混合偏乾 畢竟它是保濕霧面型粉底 我覺得你們都可以去拿試用包試試看 好那再來下一個是Bobbi Brown他們家的 修護精華遮瑕去黑筆 那這個的話我其實已經在我跟Bobbi Brown合作影片有介紹過 如果你們還沒看過可以去看一下資訊卡這邊 那這個去黑筆基本上從那次合作以後 就是天天都有在用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的色號跟質地 太適合我的皮膚了 就是說它是一罐非常非常水潤的角色產品 它整個上在皮膚上以後 非常非常的水潤好推開 但是我覺得也因為它很水潤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它如果你用太多的話 它會稍微有點浮 它不是那種乾乾的卡粉在你的眼下 它是會有點因為你用太多而膚 所以這個我現在的用法都是用在我上粉底之前 這樣才不會太厚重 就是我會先上完以後淡淡的 然後呢再上我的粉底 然後基本上我就不用再用遮瑕菜品 你們其實看得出來我的黑眼圈不是那種很嚴重的 不是過敏型的 也不是淚溝的 所以算是蠻好遮的 所以我覺得這款對於跟我一樣 只是有一些這種眼下的 比較藍藍質的需要校色的話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這個 但如果你是我以上說的那些 譬如說淚溝啊 或者是比較嚴重的 像是Meg它就是比較重度的淚溝 它就跟我說這款它遮不住 可是就是對於我這樣的黑眼圈來說 它的校色能力真的很好 尤其是這個色號Light Peach啊 它帶橘的程度真的是 不多也不少 剛剛好可以cancel掉我這個下面 藍藍質質的部分 所以這個現在基本上已經成為我的 ride or die了 只是說它有一點討厭就是它會旁邊這樣子 用久了會沾來沾去會 有點可惜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就直接沾這邊用 它用量也不用太多 用一點點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一直都有這種 你覺得黑眼圈不夠乾淨的困擾的話 你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我真的不能保證你可不可以被遮掉 但是我知道對我來說很有用這樣子 好那下一個是一個眼影盤 就是Pony Effect的 韓妞四色定製眼彩盤 然後我這一盤是它的Be Romantic 那這個眼影盤我記得剛上市的時候 就超級無敵強 我記得那時候我朋友Ann要買還買不到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好吧買不到 我就先淡忘它了 試到上一次Catie跟他們合作以後 我才完全被這一盤給燒到 那我覺得這一盤的顏色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它這個四色裡面有兩個是霧面 兩個是這種亮面的 那外面的有這個粉橘色 然後呢粉紫色 然後亮面這邊是一個比較香檳色的 然後再一個比較帶咖啡的這種 首先我覺得這四色的搭配就非常的實用 我很少會覺得有這種四色眼影盤裡面 四個顏色我都喜歡 而且常常都會用到的 那其實Pony的眼影盤我以前有用過白色的那一款 我不喜歡 因為那個時候它的亮面色都還是那種很大很大的亮粉 那這一款呢我就覺得完全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首先我真的真的很愛這個橘色 因為它上起來很可愛 就它的眼影都不是那種超級無敵顯色 像Colourpop一畫上去馬上就很濃烈了 但是我覺得正因為這樣 我又更喜歡它了 因為這樣子就很適合新手 因為你有時候你不知道你到底要沾取多少 或者是你只是想要暈一點點的這樣的紫色在眼尾 可是你一點下去可能就太多了 但這個就不會 就是我尤其非常喜歡把這個紫色用在眼尾這邊 我今天也是用這一盤完成這個眼妝 就它用起來配色不需要思考 然後呢也不太需要技巧 就可以暈染得很漂亮 然後也沒有什麼非粉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那麼喜歡它的原因 我現在旅行我都是帶著它 就是像我前幾天去香港啊什麼什麼 我覺得帶這一盤就夠了 因為你看喔 雖然它只有四個顏色 但我能做的變化蠻多的 因為像是如果我想要簡單一點 我就直接用這個當作眼窩的打底色 那如果想要比較重一點點的話呢 我就在尾端這邊加上這個紫色 那如果要再更滑一點 我就可以把這個香檳色點在我的眼褶的中間這個地方 而且我覺得這兩個顏色你不只能分開用 你還可以混在一起用 那個出來的顏色也很自然漂亮 而且你看它真的粉壓超實 我已經用這麼多次了 它還是乖乖都呆在上面 不會亂七八糟 讚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適合新手使用 尤其是你想要畫一個入門的這種乾燥玫瑰妝的話 它可以讓你不會失手 然後呢又可以有漂亮的妝效 嗯 好那再來這個是一個很老的老朋友 也就是Laura Mercier他們家的幻顏凝露 你看我已經用到扁 不要不能再扁了 那這個我相信就不用太贅述了 它真的是許多乾肌的救星 我自己很喜歡它是因為 有時候即使我覺得我做好妝前保養了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會不安心 就是我一定一定會在這個地方 眼下這邊 再加上這個換眼淋露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有幫助 不是說我剛上的時候的貼妝程度 而是整天下來的 通常我只要有妝前保養的話 我剛上的時候這邊都沒問題 就是乖乖的服貼 但是有時候到晚上它就會開始 嗯嗯嗯浮起來這樣子 那我就有發現 有加上換眼淋露的話 我整體那個持妝度啊 跟貼妝的時間就有被拉長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我不可或缺的夥伴 你知道嗎 就是我到哪裡都帶著它 你看已經很髒了 然後百分之百會回購 雖然真的蠻貴的 但是其實我也用一陣子了耶 還有蠻多 而且每一次用量不用多 因為它延展性非常非常好 又很水潤 尤其這一代在改版以後 沒有那個以前的一個口水味以後 又更愛更愛它了 而且用來用去雖然有六種劑型 我最後還是最愛一般的 對 不過我是沒有用過保濕型 所以我下一次可能會 買保濕型試試看 好那再來這樣東西 可能會有一點冷門一點 不過也是Laura Mercier他們家 我覺得值得被注意 就是這個 他們家的雲夾刷 那這個是我上次合作的時候 他們附給我的 然後本來覺得 看起來就可能就是一個腮紅刷 沒有很齊眼 那時候我就覺得 應該是他們家的產品 本來就好用 所以呢 不管用什麼 上起來都很漂亮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漸漸的我拿這個 開始用其他的腮紅啊 或者是打亮等等以後 才發現它很厲害 那首先在刷毛的部分 我直接給你們看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很會 研究刷毛這些的 我沒有到非常的懂 但是它刷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它 毛很細 然後又偏密的關係 就是它刷上去以後 你會覺得你的粉狀的產品很貼很貼 而且呢 是貼到 你看 就像現在一樣 貼到甚至有一點柔膠的效果 那種感覺 就它刷起來的效果 真的跟一般的腮紅刷不一樣 它不是只上色而已 它還可以有修飾的這種效果 很神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也是不分產品的 不管是開架也好 或者是專櫃也好 它刷起來都是有那個效果 所以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像我今天這個就是刷NYX的 我就覺得很漂亮 而且看起來更自然服貼 就是我很不喜歡刷腮紅的一大個原因 是因為我會看起來很像臉紅紅 就是它不像是我的臉的一部分 反而是像被加上去 可是我覺得用這刷完以後 它就非常自然的融合我的皮膚 然後看起來像是自己的那個紅韻一樣 所以這真的算是一款很意外 我愛上了一個腮紅刷 因為一般你就會覺得 喔腮紅刷應該沒什麼本領或是差異 可是這個就真的是 有差 好那最後非常不意外的呢 就是Georgia Armani他們家的奢華絲絨定制唇翠 那這個我相信已經很多人都看過 我跟姐姐拍的那支影片 嘖 我真的敢說這一支 大概就是專櫃裡面這個價錢 最值得買了一支唇膏 剛剛那子孫秀沒有 剛剛那子孫秀是1000 所以我覺得也很棒 但是這個是1350我記得 就是1350這個價格裡面 我會覺得這個是最值得的 因為它的Formula真的是太神奇了 就是它完全會給你那種 定制奢華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對得起這個名 就它的延展度真的非常非常好 而且推開來以後才是最漂亮 它推開來以後那個 一抹柔霧的妝效啊 真的很少有其他的這樣 純粹可以做到 那當然另外我覺得它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做到 你看喔推開是柔霧 可是你如果直接上上去的話 它又非常的濃烈 可以完全的遮蓋你的唇色 所以它的用途其實是非常的多 而且它的用量也很省 然後再來當然還有它擦上去不會乾 然後呢也不會顯唇紋 可是又是霧面的 這就是它的多重厲害的地方 文藝的話大概就是持久力沒那麼好 然後呢包裝可以再更精美這一點 就是我覺得它包裝的確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顏色 可是這樣真的有一點可惜了 不過它裡面的東西 它是一個非常有內涵的一款唇膏 就是它裡面裝的東西真的有料 所以如果說剛剛子春秀 是我用過最厲害的一個專櫃唇膏的話 這一支一定是我用過最強最強的專櫃唇釉 別捂它了 而且很難去撼動它的地位 這個真的就是你自己試過以後就會知道 不過我覺得它比較稍微可惜 就是它們家出的顏色不是偏很紅 就是很淺粉 所以我還蠻期待它可以再出多一點土色系的 我覺得應該會 不得了不得了 好那我終於把10樣都分享完畢了 真的沒想到會講這麼久 就是辛苦大家了 那希望這影片可以給一些 正在觀望中年輕的一些靈感 那也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們回購率最高的專櫃產品是什麼 對我也想知道一下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按個讚 那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 比較醜 今天這個光 今天這個光一煎起來會瘋掉 好嗎 好嗎